阿弥陀佛 念佛感应是姬阳教习父守灵念佛公公蒙佛接引净土尊敬的净本师父 来信是想要跟您分享我的一个经历 我的名字是李嘉荣 Jerald Lee 台湾屏东人 今年57岁 于台湾大学毕业后 1989年就到美国就读硕士 之后就在美国当地成家立业 太太是美国人 目前是在上海管理德国分公司 通常在7月和12月会回到美国度假 而只有等到农历新年才会回到台湾过年 不安转安心 我是要感谢净本法师一直以来在网络开始 因为虽然从1999年开始 我在美国已经接触到佛法 也知道念佛法门了 这些年来都在念佛吃素 但是一直无法安心 因为所接触到都是一般通途的教理 一定要没有妄想 一心不乱地念佛才行 在妄想中念佛 喊破喉咙也没用 每一个念头都要是佛号才能往生种种的 这样的标准一听 就知道自己此生注定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一直没信心自己今生能往生极乐世界 也因为这样 平日也兼背诵愣言咒 大悲咒 种种咒语 让自己感觉好些 直到有一天 在YouTube上 看到师父您的开示 句句都是讲解念佛是一行道 是靠佛力得度 有弥陀大愿加持 在对照以前所学的教理 才发现圣道门和净土门有著明显不同 原来只要念佛就能仰靠弥陀大愿力得度 跟我们凡夫的功夫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句句佛号都不会白费 念佛就是这么简单容易 后来经过师父的介绍 也聆听静宗法师的开示 得知善导大师所讲的 基法两种深信的种种净土宗教理 更让我坚定念佛 更能安心念佛下去 不再理会自己妄想不妄想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已经把其他经咒放下 每天专一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常常播放慧敬上人的佛号跟助念 其他时间有事无事就动动嘴巴念佛 能够遇到师父所弘扬善导大师法脉的净土宗 现在感到非常的幸运和幸福 父亲去世守灵念佛 在慈祥一并分享家父往生的感应事迹 我父亲于2017年往生 享受90岁 由于我和太太孩子长时间都居住在海外 父亲晚年因老人痴呆渐严重 为使其有安全妥善的照顾环境 所以让他进驻在屏东的养老院 每天皆由弟弟探望与照顾 妹妹嫁在台北 所以平日家里所有事情都由弟弟处理安排 我与妹妹都尊重他的决定 毕竟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 父亲是星期一凌晨三四点过世的 当时我人在上海 亦得到消息 立即搭机飞回屏东 太太则于星期二从美国飞回台湾 因为弟弟与妹妹没有认识的学佛连友 当时也请不到助念团 所以也就没有安排任何助念 当然更没有善知识的临终开市 因此父亲往生的第一时间 弟弟集请礼仪公司 以他们所谓的佛教礼仪来为父亲进行后世的安排 父亲是在医院过世的 因为我们子女都希望能尽量让他减少痛苦 所以早已千里放弃急救同一书 往生后 弟弟按礼仪公司的进行步骤 很快就进入冷藏关中 放在屏东市殡仪馆所租的一处灵堂 在回台湾的飞机上 一直到灵堂 我都一直念佛 弟弟也因为诸多丧仪后事有赖于他不断忙进忙出的 妹妹与妹妇于一旁协助折金银纸 太太到达后 大部分时间她陪我一同念佛 太太是美国人 只懂得一点点中文 而且从小是天主教 但自从结婚后 太太接受我教她念佛 而且她就只会念佛 当时我也告诉弟妹 如果她们折金银纸折累了或有空 可以跟我们一起念佛 念多少都可以 或者我们念佛念累了 由她们接替念 就这样 当时我与太太及弟妹是早上念佛 中午回家吃饭 用完餐过来 再从下午念到傍晚才回家 看到父亲蒙佛接引在首灵期间 我和太太就这样地为父亲念佛 第五天 我们在念佛时 突然太太不由自主地流泪 同时一直往父亲那边礼拜 且时不时地一直转头看我 然后又往回去父亲那边 我当时不知她为何如此 为太注意 还是一直念佛 且后来 太太忍不住跑去外面大哭 过后我问她 刚才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怎么会这么激动 太太回问 刚才你有看到什么吗 我说 没有 什么都没看到 太太就讲 我们刚才才念佛一段时间 突然看到一尊金色的大佛 自爸爸那边的墙壁上方降了下来 所以我就不停礼拜念佛 当时我回头看你 就是要问你 是不是也看到了 太太接住又说 那尊从天而降的阿弥陀佛 都是金色身的 随后不久就看到父亲也出现站在阿弥陀佛前面 全身都是笼罩在金光当中 当时太太看到的父亲样子也是比较年轻的样子 再过一阵子 父亲就跟阿弥陀佛一起升上去走了 所以才忍不住跑出去大哭 太太是美国天主教徒 除了知道念佛之外 对佛教特别是往生情况不清楚 所以这不会是她自己编出来的事情 这些确实是她如实乘数所亲见的事实 原本我以为 要往生净土 通常临终是要在遗体上看到什么瑞香 或者出现什么异香 或者看到莲花 但是后来从净本师父的开始得知 原来往生净土是不看临终有没有瑞香 往生净土就只看有没有念佛而已 确实守灵期间 我和太太及弟妹就是在为父亲念佛 所以就算没有看到遗体有什么瑞香 念佛还是照样得度 再者 临终时即使未马上往生 过世后于中医身阶段 家属为亲人念佛 还是能感召弥陀救度的 师父这样的开始让我感到安慰 因为父亲在往生前 其实已经卧病七八年了 最后几年还得到老人痴呆症 除了早年未学佛 晚年患痴呆 更不太认得人 只是每次打电话回去 要父亲念几声佛号而已 但没有想到父亲这样的状况 也能因为我们孩子念佛 蒙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 所以难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救苦 就难不受任何时空阻碍 非常不可思议 念佛法门真的是一行道 感恩师父的开示引导 就以这个经历跟师父分享 南无阿弥陀佛李嘉荣 2021年5月10日 静本法师暗语 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就说 我若成正觉 立明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 据来我差中 如佛金色深 妙香惜圆满 亦以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在观经诱言 称难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固 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所以十方众生 不管圣人凡夫 不管天道人道 不管善道恶道 凡事得欲难无阿弥陀佛 一律都能平等得度 故事中的往生者 生前是老人痴呆之病人 为其念佛者之媳妇 只会念佛的美国天主教徒 虽然如此 还是能感召弥陀接引救度 成可谓弥陀救度无条件也 佛门最简易殊胜之法门也 妄法界众生都早欲念佛法门 亦接得佛护念救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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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